唱 開腳 手腕的動作 很好 然後第三個 踢 踩 踩 踩 這首歌叫做烏雅飛 會唱嗎 會 烏雅飛 烏雅飛 沒人看見 為你萬歲 烏雅飛 會啥路 你幫我一起唱好不好 一起喔 來 烏雅飛 來 我知道還有一個人一定會唱 烏雅飛 烏雅飛 沒人看見 為你萬歲 OK 很好 很好 我們跟著 頭一段喔 那個第二行就是要唱 第二行嗎 不啦 第一行 你唱這個我們聽好好 第一首啦 第一個 第一段 好 修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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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 來 踏腳 來 踏腳 沒人看見 為你萬歲 唯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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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 有雨下雨 有風好吹陸電 好人換你一萬歲 會想有不再回 和靠給自己拍拍照 吳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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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 小黃 吼 吹 龍 蕎 龍 蕎 無人 光 以 美 美 我們熱烈的掌聲 吳貝貝很棒耶 唱得很好對不對 好 那你們兩個來幫我合唱好不好 吳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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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訓練我們的注意力喔 其實現在在運作這樣的群體的時候 其實要讓每一個群體都能夠被照顧到 是一個蠻不容易的事情 可是音樂剛好是可以做到這個事情 就是譬如說讓能力比較好的人 他們做比較難的動作 或是比較快的 像剛剛後面就是為了那些能力比較好的人 他們可以進步到快的 那我們一開始是到比較慢的 是照顧到那一些比較能力可能比較 就是說他可能只要手 他不用動到那麼高 他可能只能動這樣子 但對他來說已經是一個難的動作 然後他也有活動到 所以說其實 其實音樂剛好是能夠 如果一個好的音樂治療師 他可以做一個 可以看他的 每一個參與者他的能力的狀況 來做一個調整的話 其實他們大部分人都會覺得很有趣 來 摸 摸 好棒喔 很好 來喔 搖 來搖 搖 很好 搖 預備 喔 再一次 搖 搖 搖 不是你要拍一次 搖 搖 搖 欸 哇 葉妹很棒 再一次 搖 搖 哇 給葉妹妹掌聲好好 很好很好很好 很好很好 這是媽媽來搖 快 先搖就好了 我們手腕上做就好了 然後 然後 很好 喔 葉妹妹 我們先搖喔 然後 欸 葉妹妹很棒喔 我們要搖 搖 搖 啊 葉老師很棒 快 很好 搖 還沒 還沒 欸 妳的朋友可以慢慢有進步囉 好 我們可以幫助他 就你幫他拿住 整個他 然後 因為 因為他只有這一截的話 他的手臂量不夠 然後你要他 幫助他動整個手臂 這樣 這樣 對 輕輕的就好了 來 搖 對 拍一點讓他自己拍 好 讓他自己手過來拍 對對對 他會拍喔 好 我們再一次 來 慢慢搖 搖 對 拍一點讓他自己拍 你幫他搖 好 搖 我們再一次好不好 再一次喔來 搖 搖 一直看我喔 看我怎麼知道拍喔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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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了嗎 左手來喔 預備 快走 準備 開始 好 五六 五六 四六 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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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 沒開喔 然後咧 然後咧 咧 不對不對 最後一段歌詞是什麼 美如虎 美如虎 對我記得動作再次突然忘記 好 揮 然後咧 美如虎 很好 今天教了烏雅揮還有教我們的手 今天來我們的手 靈骨這叫做靈骨 旁邊有這個鐵片對不對 會發出鈴噹的 哩哩哩哩的聲音 來 對 你要動 所以你就算沒有靈骨 你回家還是可以這樣子 輕輕的 然後你摸一下你的手 大家在那邊說你摸一下你的手 你這樣動 你摸一下你的手 這邊好動喔 輕輕的動 這邊的肌肉有時候在動 有對不對 欸你是運動到這邊的肌肉 來喔 其他就不要 來喔 來喔 好這個先拿起來 只要左右就好 有有 你摸摸看 對 摸摸看 有沒有動 有對不對 欸對對對 好 每一個人想好 好 你可以坐在家幹人 會不會很方便 垂背 幫他捏一捏 慢慢的輕輕的捏一捏 阿伯塔喔 會不會太重 好 好 那以前誰都要請得 哈哈哈哈 好 你們互相幫互相 不要太大力喔 對 不要太大力喔 對 阿伯阿姨準備 你躺著又這樣 歐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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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兩個 交換喔 我們交換 兩個交換 這邊都是有那個長輩 歐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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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 你幫那個 這邊還沒有 好幸福喔 來 互相擁抱一下 我來幫 歐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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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年只有 歐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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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齁 幼稚園唱的78年前 階第一句都不能 갖고你爬上 班 班但一班 班但一班 下周见才知夏 styling 那我们下周见 那天 danced on! иков在天被蹦出 好,我們下週見 那在音樂治療師的角度來說 其實我們台灣的很多長輩 他們在剛開始接觸到的時候 他們基本上是完全沒有節奏感的 所以你說他要跟著上那個拍 其實他可能 第一個他可能聽不懂那個節奏 然後再來是他的肌肉也還沒有被訓練到 可以直接就到那個節奏 所以他一定是漸進式的訓練 他就是先慢慢的 那這個東西就是不是很教科書說 一個Demo帶你就是好 你就這樣然後照著這個 每天的高領者運動 我們就要這樣做 這樣子其實他們很多人會覺得 做了就覺得很挫折或是很怎麼樣 心裡面是覺得我都跟不上他 或是 所以其實在我們音樂治療的 像這樣的團體裡面 我們也會有很多的注意力的訓練 或是說他能夠跟著老師做動 然後再來他才可以 他才可以 譬如說以後跟著Demo帶 他可以跟著他 然後來 能夠注意到他做了什麼動作 然後來 所以這需要 首先可能開始需要注意力的訓練 再來就是剛剛提到的節奏的訓練 我們在我們的團體裡面 有很多很多節奏訓練 可能從演奏 我們會配合 譬如說歌唱 然後聽 或是跟著老師 我們上次有用這個吉他 然後吉他舞的彈法也不是說 想要彈得很好聽 而是讓他們能夠注意到老師彈一拍 他們就要能夠動作反射一拍 那這個其實都是很初階的 然後在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加入不同的重拍 或是怎麼樣 讓他們能夠幫助像很多芭蕾舞者 他們其實像芭蕾舞的伴奏 他們裡面會 因為芭蕾舞的伴奏彈的不同 他們會幫助舞者能夠踢得更高 或是再跳起來 那個又是更深一個或是更難的事情 但是對於我們現在的這樣的長輩來說 我們可能就是真的就是漸進式的 讓他們能夠達到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幫助他們的身體 或是等等需要被訓練的部位的 這個能夠達到好的一個運動這樣子 那當然因為治療不只是能夠 不只是和物理治療師能夠配合 那當然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能夠讓我們身心是愉悅的 所以在我們選擇音樂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會做一些看長輩的狀況 來做一些調整這樣子 讓他們在從事這樣子的活動的時候 感覺到有趣不無聊 然後也願意來跟著這個來做一個活動 讓他們來的時候 他們不只是好像聽到也看到 然後也能夠自己演奏樂器 然後對有些長輩來說 還是圓一個夢 然後或者說他能夠跟別人有一些合作 然後這個合作其實 對他們來說也是很好的一個社交 他們會感覺到心靈的滿足 然後跟別人的肢體的觸摸 那可能他們會覺得 我也被愛著或是被擁抱這樣子 所以其實是一個 就是身心靈全面的一個活動 他也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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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杯呢 冷的 這還要再動 這還要再動 我來摸摸 喔冷的 冷還熱的 很冰 你也很冰 你也很冰 手 身體還不夠溫暖對不對 來我們抽一抽我們的手 抽一抽 剛剛 剛剛你旁邊的人比你熱的 有沒有 你媽媽嘛對不對 對 我是冷的 你的冷啊 那你們兩個互相取暖一下 來 不然我互相取暖一下 來兩個 兩個稍微溫暖 吳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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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厲害 吳伯伯超強的 好 幫他溫暖一下手 搓一搓手 幫對方搓一搓手 算了他好溫暖喔 對 他手好熱 好溫暖 好 對很好 很好很好 好 有嗎 好 二 揮揮手 再一次 一 二 一 二 要不要收 二 摸摸頭了 一 二 很好 一 二 很好 對 摸肩膀 對摸肩膀 好 來喔 我們在 對我們會摸我們身上的各個部位 然後把它就夾出來 這是哪裡 來 一 二 摸摸頭 一 二 頭 很好 一 二 頭 一 二 很好 肩膀 一 二 肚子 肚子很好 一 二 這哪裡 肚子還是肚子對不對 二 哪裡 肚子喔 肚子 一 一 快了 這哪裡 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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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要一邊坐 嘴巴要告訴我們是哪裡 然後手開到桌上桌 兩個手一起拍 一 二 這哪裡 手 手很好 二 一 二 這哪裡 小腿很好 二 很好 一 二 肩膀 摔摔你的 這是哪裡 肩膀 對不對 一 二 摔摔你的肩膀 一 二 很好 大家都很棒 我們 一 一 二 三 四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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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4 1 2 3 4 好!全部一樣喔! 2 3 4 2 3 4 2 3 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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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老師打四下 你們要打幾下 三下 譬如說 這個就是這樣 你們可以看誰呢 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是小老師好不好 李媽媽還有秀梅媽媽 他們可以看他們兩個 這邊的話 這邊對面的就可以看 真是媽媽 真是媽媽 你們可以看他們 預備開始 很好 很好 踢腳踢幾踢 踢兩下 右腳 再一點 讓你的整隻手背都有運動 對不對 用大聲一點 對 對 嗯 對 你揹揹我也幫你揹揹 你揹揹也要揹揹 揹揹 對對對 來一種 好 我們去揹揹揹 好不好 來揹揹揹 來揹揹 很好 你揹揹來 揹揹 對 來 好也可以啦 也可以這樣 另外一種 演奏稍影的方式 我們 來大家一起來 來 跳 跳 下禮拜是剛好 是聖誕節喔 那我們當然要把這首歌演 下時候我們就要來 來下場的表演一下 跳 走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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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跳 跳 跳 來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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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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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來 一二 再來 一二 再來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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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最後 來 最後一個 好 很棒 看阿生女巴做的 做一個超漂亮的 超漂亮的 我們這還可以加一點那個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有沒有很漂亮 漂亮 好好好 我們猜猜猜看喔 你們猜猜看喔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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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TING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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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週來演奏這首曲好不好 加上一系列的聖誕節的樂曲 好啦 我們大家都很棒喔 我們最後我們邀請大家站立起來 來 我們要唱什麼歌 再見歌對不對 好 我們來唱再見歌 每個人都要給對方一個愛的擁抱 跟他說一個 跟他說一個感謝好不好 謝謝 來喔 那我們下周見 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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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下手搖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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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下手搖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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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下手搖 再見 剛才是一件次 三件次 三件次 二件次 兩件次 三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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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件次 三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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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天的死亡 我把她抹起 我把她抹起 所以我說她要做這樣的動作 其實她要的是一個能夠 起來的時候 要有一個力量讓她起來 所以在我們音樂上面的時候我們會 蹦 我們會加一個重音給她 或是 會有一個復 但這個東西就真的很牽涉到很專業的 音樂治療師或是 即興演奏的一個概念 那一般的就是如果他是要做一个这个影片 让长辈能够在家里面做的话 其实是可以是要透过设计啦 当然不同的重音他能够帮助我们 就是说它就能够起来 那可能可以就是透过不同的重拍的一个设计 让他们长辈能够更轻易的能够做到 这些物理治疗师所建议的动作 那当然歌曲上面的选择 也许可以选择他们能够 譬如说长辈他们都耳熟能详的 让他们譬如说像之前我们有雨夜花啊 或是甚至白牡丹啊 这些都他们很多长辈有台语的有国语的 他们已经听了他们也很喜欢的这样的歌 然后配上这些节奏那就要重新的做设计 就是让他们能够不无聊 也不会感觉到说好像 那现在我们很多的健身房 其实他们都要为什么要有音乐 那是让人就是好像忘记那个运动时候的辛苦 然后能够跟得上教练的拍子 或是能够持续那个力量 那其实现在听起来 好像他们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的对象长辈的时候 当然我们用的歌就可能 如果用那些西方的音乐什么 他们可能就觉得不是那么的有趣这样 就是他可以让一首雨夜花 他可以唱得很抒情 他也可以把它唱得非常的摇滚 然后让他能够支持那个运动 然后加上不同的鼓的节奏 那就可以是一个让他们能够 喜欢好听的音乐 他们也知道这是雨夜花 他可能可以听到不同的耳目一新的感觉 但是他其中也可以兼顾到他的运动时候 所需要的那些能量的帮助这样子 所以你又要改节奏 你要改那个重音 你要改他的那个 四四拍四三拍那个东西 其实这些东西应该都不会太难 对于专业的音乐的演奏者 或是编曲的人来说都不会太难 但是能够选择这个适当的 适切的一个素材 也是一个音乐治疗师或是 这个能够必须要具备的能力啦 所以其实不同的歌 可能可以配合不同的运动 比如说我们有伸展的运动 我们有比较舒缓的 他可以配一个慢的歌曲 那如果是一个要圆圈的 需要他们要动一个圆圈的 那我们可以配三拍子的 就像那个 像芭蕾舞里面有非常多的那个 Plié或是什么的 他们有很多的不同的舞的 他们都需要配相应的拍子 就像芭蕾舞里面有非常多的 就是我的意思 他可以用 它就可以帮助两拍 但是他用的是那个小成固式 类似我立刻想到四拍子的 小成固式多 他也有一个副点的话 可以帮助小成固式 就是让他能够起来的这样的 所以我们说那如果是一个要 开点啦 好 刚才这样的音乐上 他就是比较多的低音 他是 刚好拉起来 然后再 然后再拉起来 我用了很多很多的低音 如果可以有一个人在旁边 他可以做弹力带的话 可以更能够感觉到 譬如说我们请秀梅妈妈好不好 来帮我一下 你为什么该强烈用低音 你想做什么 没有 他支持他能够把脚要抬起来 然后当我们的这个 练的延展性 让他能够把那个张力 音乐张力会让他能够好像 他的肌肉也愿意就是能够一起抬 做这个动作 所以这是钢琴家 可以用他的钢琴技巧来做变化 也不是每一个钢琴家都能够做得到这一点 因为其实这个是我之前 有帮一阵子都有帮舞蹈的 他们的舞者来弹舞蹈伴奏 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需要很多的这个 这些动作 他们需要很多跳跃啊 或是等等的动作 那音乐就会是一个 呃 必须 而且是很 需要非常精准 然后很 呃 是可以帮助他们的一个素材 无论是小孩 他们会有 你要先观察这个小孩 他需要的是什么 可能可以跟物理治疗师做讨论 他的动作 你要设计这些动作 OK 那我们音乐可以怎么配合 那老人家也是 他的动作 每一个老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个体 他的喜好也不一样 所以其实 呃 其实 要做这样子的一个 针对就是一个普罗大众的一个东西 他可能会需要 不是只有一个面相 而是他可能要 像我们这边的长辈是 都是说国语的 可是我们到偏乡去 发现很多长辈 他所熟悉的歌曲都是台语 而且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原则上理想上同样一个动作 是可以透过跟音乐家的动脑 找到八种十种不同的 你看你要选哪一种 是 对 然后就是能够 这个东西就是要互相的讨论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专业 那你说这个动作要做到这样 好像健身房要做到这样才会有用 那音乐找到相同的东西 然后透过集星透过编曲 我们可以让他们是能够达到 他们要的目标 是 就是要透过讨论啦 我们会希望他们有给他们音乐 愉快的音乐 或是有一点 就是圣诞节嘛 欢快的音乐 然后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快的动作 他们也会觉得 他们今天在这边 他们好像有真的动到 或是能够心情上得到满足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只单顾一个区块 所以这边是比较特别啦 他是这个我们说有融合这个失智 还有疑似失智 或是摔弱或是等等的 甚至是有一些是状况还不错的一个长辈 都在里面混合 所以其实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就是要 常常我们有团体的东西 但是我们又要做很多很多个人的东西 所以在今天其实我们有一点像是在跟着前面的运动 我们有做了注意力的训练 其实我们有做很多激励的训练 让他们能够做重复的动作 手部的动作 脚部的动作 或是一些柔软度 上次我们有教手腕的这个动作 那跟我们今天拼一次其实都有关系 所以其实 其实这是一整套 就是我们不是只有单一次 而是我们是从很前面 我们就开始接替式的训练到现在 然后可能到下个礼拜他们就可以做一些演出 让他们觉得 诶 我也可以做一点演出 然后得到一些满足这样